Hello大家,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只包 没有在我手上,是通过图片看到它的 通过市场上的这样的一只包跟大家聊一聊 大家在选择包包的时候可能需要注意的地方 以及如果我们手上有这样的一只包包的话 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首先我们看一下图片 这是爱马仕博金350 Flag系列的 我们看到很有特点的帆布 然后中间拼了其他的颜色 那在皮革部分呢,采用了我们都会很喜欢的马鞍皮 但是呢,我们看到手柄上已经泛白到这样的程度 没有看到实物 但是通过图片,我觉得也是看得让人很心疼 这样的包一般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长时间的光照日晒 有可能还加上一些温度的变化 所以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看到这个包上面会有一些颜色比较深的部分 包括蓝色的帆布的部分也有一些是比较深的颜色 那包括马鞍皮上呢也会有一些颜色会相对深一些的地方 这些地方呢,是因为在保存的过程中 它们是在比如说防损布底下遮光的 只要有这样的防损布遮盖的地方 或者啊,我们在家的话还是用防尘袋给它装一下 避免光照,避免长时间强光照射 通过这个薄金35的现状 我们算是清楚的了解了阳光对于包包的颜色有多大的伤害 除了我们可能会注意的会不会太潮湿 会不会发霉这样的问题之外呢 我们还要注意就是有没有被长时间的光照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变色这么严重的包包啊 之前其实会有鳄鱼皮的一个钱夹 在当时深圳的店里 印象中好像也是有防损布 防损布遮盖的地方或者是因为是个凯利钱包 所以它的那两个袋子小胳膊挡住的地方 颜色是会比较深 然后呢,只要是阳光照射的地方都会变浅了很多 一般这样的小件物品的褪色 就是因为它在橱窗里面一直被射灯照射 那爱马仕的很多颜色都是植物性的染料 所以出现一些褪色也是正常情况 但是如果能够随着岁月逐渐产生一些变化 那可能也会变得很好看 那这个包包我们从它的五金上的贴膜就看得到 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新 基本没有怎么被使用过的 完全是因为在存放过程中出现了这样的状况 我理解如果需要维修的话 马鞍皮的部分是要上一些带颜色的油脂 让它吸收颜色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纤维式的海绵 吸收了颜色之后 给人眼呈现的就是马鞍皮本身的那个34号色 那另外呢就是蓝色的帆布的部分可能就涉及到要更换了 整个包没有出现变色的就是白色的帆布部分 到现在为止依然保持的是白色 或者是它有变黄 我们看不出来 白色的一些不管是帆布也好 还是线也好 可能在存放过程中会出现的就是氧化变黄的情况 那这样的包如果我们遇到了能不能买呢 那我建议是要看到包包食物 你要了解这个包的强度怎么样 如果这个包已经没有什么强度了 因为油脂的丧失会影响皮革的强度 柔韧程度 阳光所带来的不光是变色 其实带来的还有老化 所以我的建议是不要因为这个包很便宜 就把它买来 有可能买了就变成接盘侠了 如果这个包包的强度还够 我们可以采取什么方式呢 先让专柜去维修去护理 可能花几千块人民币 那如果拿回来之后 感觉还是没有办法拎出去 这个时候如果愿意的话 可以再让第三方的师傅做一些改色呀 比如说它那个蓝色帆布的部分 如果有其他的办法 给这个蓝色的部分给它染上颜色的话 这个包至少我们能拿出去用 所以今天就是根据我们所看到的 这只包包的现状来聊一聊 这样的包能不能买 以及我们在存放的时候 是不是也要警惕起来了 今天节目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见 拜拜